升温各地疫苗再度出现强打潮 在屏东的火车站加开速打站 原定上午8点半开打 但民众早起在清晨5点就跑去排队 民众坦言疫情延烧看了很心慌 还是打了疫苗比较安心 而且热门景点哈游西也出现了确诊足迹 乡公所紧急公告 即日起暂停三天全面清销 火车站大排长龙人潮从站内一路排到站外 拐个弯还看不到镜头 星期六不敢贪睡早起出门就为了打疫苗 7点半来就要吃饭了 日报说疫情这件中快要煮一煮 第二剂人我不舒服啊 不敢打 打完三次比较安心 原定8点半开打 怕抢不到有人7点半就来 要比早还有人更早 爸爸有点的人 比注射比较方便不容易的 本来没在等 现在就算是比较严重 我就来 屏东县政府16号在屏东潮州 两地火车站加开速打站 分别限额500人 民众不会言 疫情一直烧 看得心慌 有人之前一记都没打 赶紧出门打 更多人觉得打满三记才安心 早有要等准备 还有人自备板凳 疫苗打戏在线 现场也加码 光屏东火车站上午就打了665人 前一天全台破千人确诊 以七彩言必著名的哈游戏 也传出有确诊者来过 相公所不敢大意 接驳车民宿到过的餐饮小吃 全面清销 相关人自主快筛 今天起至下周一 至三日停止游城 退费细节可下工作 及哈游戏团队 16号起哈游戏暂停三天活动 全面防堵 疫情升温 记者苏世伟 评论报道 这儿 kah游戏团队 唯一 对